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南亚各国的船员终于获释了 有船员说这些多年来他们的生活惨无人道 必须要吃老鼠来维生 到底现在台籍的轮机长被绑架之后 向政府呼救的影片曝光的同时 错进完工 以跌头前的过程当中 没有帮上什么样的忙 包括当时的代理的行政院长张善政 提出了四项解释 于床获释的蔡正元说 他当时怎么隐瞒身份 谈判很久很久的时间 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也要追踪 当然今天邀请到几个关键性人士 来到我们现场 不满蒋介石破坏台湾人 还要被纪念 今年10月31号 依然要列为国定假日 台湾国还有实践正义联盟 这两个团体的成员 在中正纪念堂悬挂晚联 林大洲还有陈俊涵 火线分析到底为什么做这个动作 大家要思考的是 蒋介石同向该不该拆 该不该搬离这个现场 来一一为您分析 同时开放语音投票 来先介绍今天来到新台湾家 有了几个关键性来宾 电源介绍 这是中国流亡作家袁洪斌 来到我们现场的袁大哥晚安 晚安 朋友们大家好 好 电源介绍 实践正义联盟的主任 也是这一次攀爬上 中日记忆堂的高点当中 垂挂了晚联 第一位的介绍 这是林大洲林主任 来到我们现场 来 大洲晚安 大家晚安 我是实践正义的林大洲 谢谢 好 我们第三位为您介绍 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 来 俊涵晚安 主持人 大家晚安 以及前北营工会的理事长 黄预委黄理事长 大家晚安 国会观察机器闻董事 姚立明老师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波文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欢迎纪录片的导演 洪卫健 洪导演来到我们现场 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入负嘴 郑世伟大哥 大家好 来 观众朋友 我们就来看 这是在高雄等12个县市 打算要体验特赦 陈水扁前总统 您支持吗 一 支持 二 不支持 世话 020452298 手机直播551254 欢迎海内外观众朋友 加入我们的讨论 先从阿曼吉的台资渔船 怎么遭到索马利亚的海盗挟持 经过了多方的交涉 长达五年时间 人质终于获释的大现场 被挟持当人质 每天只能喝一千cc的粉 甚至更少 仅仅是平常人的一半 尤其在炙热的东非索马利亚 气温动辄超过40度 你看我们这批人 全部都是年轻人 两年十个月了 他是遭到索马利亚海盗 挟持了渔船 轮机长的水队章 站在镜头前告诉台湾 他还活着 但是环顾四周 却是机枪还有火箭弹 对准着他 你看我们这批人 穿着这样子 每个人身上都有病 擦拭着眼眶泪水 这一刻等了五年 终于可以回家了 登机前 组员互相搭着肩 相拥而弃 26个人步向板家的路 他们全是阿曼级台资渔船 拿喊三号船员 2012年3月航行时 遭到索马利亚海盗挟持 获权多时 终于用将近五千万的赎金 把26个人职全数获咒 而其中一人 就是台湾级的轮机长 沈瑞章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很抱歉 而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蔡振元更透露 自己透过关系 六度于海盗周旋 终于同一方人 国家在那边的外交关系 或者是工作人员比较少 我们大概在那边的 生意的人也不多 所以因此 十几例来 当然是比较力有不足 救援事件拖了五年 轮机长总算平安归来 但是救援过程 却是史上最久 恐惧死亡缠绕 深深烙印在沈瑞章的心中 好 观众朋友 求救的影片曝光 你看到关键性的人物 台籍的轮机长 沈瑞章来看到这个画面了 我们看到 当26名的亚洲船员 在10月22号 获释的过程当中 所谓在2012年的3月份 索马利亚的海盗船 在印度洋挟持 他们的过程里头 你可以看得出来 船长 轮机长都是台湾籍 而29名的船员当中 中国渔工有10人 越南籍有3人 印尼5人 菲律宾有5人 柬埔寨也有4人 台籍的船长 钟辉德当场遇害 来自于中国跟印尼 各一名船员病故 好 我们看到各方的反应 各方的反应所呈现出什么呢 刹近晚 现在国民党的中央 政策委的执行长 蔡正元说 他曾经隐瞒立委的身份 跟海盗谈判 四处筹钱 总共来来回回 谈判有6次 如今人质安全 悬在心中的大石头 终于放下了 农委会的约束说 他们没有尽到 该尽的责任 政府官员不能因为 渔船悬挂国外 船旗就不管 这个时候呢 被质疑说 当时没有善计到 应有的责任 我们看到 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这是透过了 蔡正元的脸书当中 公布当时的变迁 你看到 1234的变迁 农委会已经公告了 该海域为唯选区 但该船仍然使入 该区的作业 第二个呢 过去诸多 你看到 所谓呢 蒙力皆由船东 主导来救援 政府皆未有涉入 1234 这是张善政 当时回复给 蔡正元的一个说法 包括了今天 国台办的发言人 安丰山都讲了 根据沈瑞章本人的意愿 跟其家属的委托 沈将与中国的船员 同机从肯亚 回到广州再由家人来接回台湾 这样的发展 那我请教是 约红彬大哥 您怎么看 我想啊 就是 一个国家的国格 是由这个国家的 公民的人格构成的 如果一个国家 他不能够关心自己的公民 那么这个国家 很难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想有一个电影叫做 《拯救大兵瑞恩》 一个美国电影 在一个很残酷的战争背景之下 表现出美国社会 美国的国家 美国的军队 对于他自己士兵 和自己公民的那种 真诚的关怀 那这种关怀 恰恰是一个国家 凝聚力的表现 那么这件事情 我看出来的 我看到的只是 马英九政府的冷漠 五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如果不是今天 他们获释的话 我根本就不 不仅是我 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 这个事件 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张善政 还进行了 他应该向这些人谢罪的 向国人谢罪的 他反而进行了那些 很无聊的辩解 所以我讲 从这件事情就看出 就是整个马英九政府 这个执政期间 他们对台湾社会的冷漠 对公民权利的冷漠 这是第一个 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 第二点就是 要注意 中共现在又在利用 又在利用一切的机会 想要遂行 他们的统战台湾的阴谋 那么在这件 这个释放的案件中 中共的阴谋 释放人质 人质获释的这个事件中 中共的这个统战阴谋 又显现出来 比如说 他们要让轮机长 做了一些动作 让轮机长 先到从广州 再返回台湾 等等 这些动作 如果对岸是一个很 和平的 对台湾抱有善意的国家 这些事情 本来不成为问题 但是我曾经讲过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强权 它公开的声明 它要否定 2300万台湾人 决定自己命运 和前途的权利 也只有一个强权 公开的否定 台湾主权 事实独立的状态 所以它在这样的 一个前提之下 它对台湾表现的 所有的善意 都是一种伪善 因为它要让你 拿台湾人民决定 自己命令的权利去 去来交换它的善意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希望蔡英文政府 在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 对此要有充分的警觉 五年前的 辖取人质事件 杨老师 这个影片曝光的同时 发现出在2012年的 当时这五年来 这个过程 杨老师您看到了什么 事实上这个 在海盗事件 也就是在2012年 慢慢地就消失了 这个大概是最后的 这个一批人了 2013年 就它的全年的 被加持的人数是零 就可见海盗 大概从2013到2016 基本上 在国际上 就认为这件事情 已经得到压制或遏制 世界各国 大概都会派自己的海军 去护卫自己的商船 或者是大型的货轮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没有这种记录 在索莫里亚海军的 海域 靠近印度的那一块 最常发现海盗的地方 这一点我到现在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台湾 也许在比例上来讲 被加持的船只的比例 并没有像有些国家那么高 可是我们国家 按照这样子来看 还是有相当多的人 被海盗所威胁 所掐指 在人质上 救援上面 也有相当的需要 可是我们国家 不论在海面上的护卫 或者在事后的 救援的动作上 政府几乎是没有着力的 等于是缺席 那仅能够靠其他的力量 民间的力量 或者其他的力量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世界各国大概都是 大概有二三十个国家 遭遇这种情况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海军 从澳洲 日本 远到欧洲的比利时 英国 大概都有自己的海军的力量 去护卫 当时正在猖獗 从0506年以后到10年左右 非常猖獗的海盗行动 那你从这个影片中 这个轮机长的控制 你就可以知道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失望的 对于自己的政府 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的讯息 也就来自于官方的协助 虽然张善政很有趣的 他今天早上很简单的说明 说因为政府的立场 这个是不跟他谈判 或者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一个说明 他基本上认为说 虽然是轮机长 是台湾籍的 可是整个渔船 不是台湾国籍 但是这个毫不成理由 世界各国多的是这种其他国籍的船 上面有各国的国籍的船员 被掳走 被绑架 被勒索 赎金 在所多有 德国两个案子里面 都是针对自己的船员 就国籍的船员 它不是针对船 来进行非官方的谈判 英国也有过这样子的潜力 是 换句话说 当然官方的声明很简单 都是认为官方不跟海盗团体接触 观光不负赎金 这个大概都是一贯的立场 可是不会有一个政府 任凭它的人民在其他人 其他国家的这个人的手上 而不介入谈判 或者不参与赎金的筹划 因为这究竟是任何一个人民 就算旅游发生意外 国家可能都会出力 来协助帮助人民 去处理那些纠纷 或者那些灾害 所以像这样子的人之事件 即便官方公开的 多国都是如此 美国也是如此 公开的宣布 他们不会付赎金 他们不会参与谈判 可是他们会在私下里 透过很多 不论是保险公司啦 不论透过私人的民间的 这些团体跟机构 尤其是救援的团体 像红十字会在各国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还是他很放心全部靠蔡正元吗 我们国家好像连红十字会都扮演不了这个角色 因为他本来就是救援的任务 结果我们红十字会从来没有扮演过救援任何人的结果 所以他就任凭个人的管道 那蔡正元你刚刚提到的 他以前在中国大陆那些炸漆犯 各位还记得 他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接了当就说 他通过谈判可以把炸漆犯 个别的炸漆犯从中国援救回来 那援救回来 那这一次大概也是透过中国 我估计了 因为蔡正人可能不在 我估计应该也是透过中国一定的管道去谈判 这就是我们国家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我们国家在海外虽然没有官方的代表 或者官方的关系 或大使的关系 可是我们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跟管道可以去介入去谈判的 你只要眼睛一闭 你的人民就不必看见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觉得马政府这个案子所显现的就是无能 所以现在暴露出来的 这一个个别的救援的活动 只是显露出来 政府完全漠视或者无能的 一个责任 是 杨老师特别提到 当各国自己的子民遭遇到同样的状况 不管是出动海军 不管出动军舰 那援救自己的子民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会联想到 这是2013年的5月9号 当时在菲律宾的海巡船舰 他开枪打死我国的渔民 红石城这个案子 其实从画面当中 如果你记得的话 长达75分钟的追逐过程中 广大信号完全 没有冲撞的动作 一路往台湾的方向逃 但非国的海巡指挥官 他一路紧追不舍 居然还下令开火 疯狂对广大信号扫射108枪 其中一度卡弹 冷血的海巡员居然还大笑 嬉闹成一团 这个整个过程正是令人发指 因为事后菲律宾的政府 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不当 造成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外交关系 一步非常非常紧张 可是在整体的事件里头 这一次因为挟持人去长达5年的时间 蔡正元又说 他当时以非常低调的身份进行协商 获得了行政院长 当时张善正认为台湾政府 此刻没有办法交付赎金 也没有办法进行谈判的无奈 国家的无奈吗 可是我要让你看一个 这是在韩国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画面 这是韩国当时他们怎么动用 他们的资源跟海盗进行拼搏的第一现场 有人说是险奇 有人说是高招 有人说他是神勇又聪明的韩国人 用敌人听不懂的语言 好 我们看这个大现场 从这个大现场再来看看 当我们的台湾级的船员 包括轮机长被挟持长达五年时间 被迫吃老鼠来裹腹 我们的政府到底在哪里 难道这个就是国家的无奈吗 就是台湾现在的国际的困境吗 先来看这个大现场 5.40am The South Korean Navy opens fire A pre-dawn ambush to save a Korean-owned ship hijacked by Somali pirates in the Arabian Sea A helicopter hovers overhead with South Korean snipers ready to take out any pirate they see on board 6.09am Under cover of continued fire A Navy boat approaches the hijacked ship 30 commandos board The commandos approach the bridge of the ship parts of the military released footage has the audio cut Okay okay Then an order over a loudspeaker is heard It says apart from the snipers don't shoot 9.56am 8 Somali pirates are dead 5 are captured and the South Korean Navy has control of the ship Two of those captured are seen sitting on deck with their hands tied behind their backs The 21 seamen are all freed The captain of the bullet-riddled ship is the only one injured shot in the stomach by pirates according to officials The first mission of its kind for South Korea and officials are calling it a success Former Navy captain Park Chang-Hwan tells me Navy commandos trained for this scenario and could well respond to any future hijacking Talking about the tactics used he says commandos are at the greatest risk when they're approaching and boarding the ship The continued firing protects the commandos deceives the pirates and creates confusion incapacitating the pirates on deck and I'll ask you 看到這個畫面再看看我們現在所面臨的處境 來 林事長你看到了什麼 只能用一句話講 當時的政府真的是無能 無能到極點 我為什麼這麼講 今天你把這個責任 譬如說這個船是阿曼級的 船東是阿曼級的 那你就不管 事實上船這個是屬於財產 可是你今天台灣的這個子民是生命 你今天這些台灣的子民的生命 你政府不用去保護它嗎 蔡振元自己願意去的 還是你政府找他去的 蔡振元沒有講清楚 那這個當然你如果說 憑蔡振元一個人去談 怎麼會談得出結合 因為這裡面總共有26個台籍的 跟亞洲籍的這個船員26個人 當初的政府應當要做的處置就是說 我怎麼樣結合這些其他的國家 然後成立一個team去跟他談 去跟這些海盜談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政府就是說 農委會跟人家說 我早就公告那個是一個危險區域 你不能去 抓魚的人有危險區域的觀念嗎 他當然他今天到那邊去補魚的時候 發生這個事情 在第一時間政府動作不知道 假的不知道 而且你看馬政府也好 這個張善政代理行政院院長也好 留了這個紙條 真的能夠讓台灣人安心嗎 反正不是他生的啦 對不對如果是馬英九的女兒或者是什麼 你看他是會怎麼處理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個真的是很糟糕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為什麼索馬利亞 你蔡先生一談談不出問題 因為你已經讓中共在講說 一個中國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但是你也承認九二共識 對不對 一中沒有各表 所以全世界有多少國家 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當然這些人 他根本不甩你 不然你就叫中國來談判嘛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有沒有說請中國去談 有沒有談到這些問題 也有中國人嘛 應當也是還有中國人 所以這些問題 種種問題 顯現出一個政府的一個軟弱 一個無能 然後經常去創造那個模糊的字 什麼九二共識 什麼一中 什麼是一中 就是讓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都誤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下場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我是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 讓我們覺得說 這個政府為什麼會這樣子 人 你當然是救人第一 第一這個謹要的一個關頭嘛 你可以看美國也好 他們的人子被人家壓了人子 他是想盡辦法 用盡各種力量 去把那個人子救回來 可是我們呢 照常在張三政 好 農委會主委也好 你們都是在那個辦公室吹冷氣 是不是 反正不是把人的小孩死不了 我只能講這個政府就是麻木 麻痹到這裡 尤其是馬英九 經常講的時候 大啦啦的講他怎麼樣怎麼樣 為什麼碰到這個事情 你都不講話 是不是 他有講什麼話嗎 所以你身為一個國家的援手 你也講什麼話嗎 是不是 還有像那菲律賓那個也是啊 會搞到這樣子 對 就是因為 你今天政府不夠強硬 尤其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不夠強硬 講的不敢講 對不對 無條來打無罷的樣子 就是只有在自己島內 會整這些所謂台灣人 你在國外一點聲音都沒有 在世界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這個是什麼政府啊 所以下台 然後顯得這麼慘 那個是罪有應得 那個是報應 所以理事長 現在事情發生在小英政府 你覺得是有栽調有能力 去把他救回來 不可能讓他能夠 挾持長達五個小時的時間 你的意思是這樣 我是認為蔡英文總統 他會想盡辦法 去研究這些人 時間的問題 談判的技巧 他實際上會成立 來一個處理小組去處理 這個政府都沒有一個處理 危機處理小組都沒有 就是蔡振元 是他自己去 自己去 還是 這個行政院院長叫他去 蔡振元你那樣夾步 你的時候都處理不好 對不對 當然他夾步 我是覺得是說 你如果有材料處理 我就給你掌聲 你回來還講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辦法處理 你回來也要講清楚 什麼隱瞞你立委的身份 你回來沒材料處理 你也要把政府報告 說他的條件怎麼樣 當然站在政府的立場 是不負贖親 全世界都是這樣 所以負贖親 負了以後會習慣 他拜託一直來給你 給你夾持 或是來給你勒索 所以政府的立場是這樣 但是做法不可以這樣 你立場可以說我贖親不負 但是你的作法 你的行動 你要非常的積極 這樣來拯救 你拖了五年 那時候還要長命 你怎麼不犯小五年就死了 是拖五年的時間 這個阿曼吉的台資漁船 他是在2012年 被索馬利亞海盜轄持 因為將近五年的囚禁生活 二十六名來自於有台灣 有中國 有東南亞各國的船員 現在終於獲釋了 只是說船員透露他們這幾年來 生活真的是五十年 甚至說要吃老鼠來維生 來 呼救的影片在曝光的同時呢 現在蔡正元說他當時籌錢 很遺憾沒有幫上忙 看到他們回來之後 終於心頭好像終於大石頭沉落下來 我想請教的是市委大哥 看起來蔡正元真的是神通廣大 來 你怎麼看這樣的發展 針對這件事情我們感覺蠻欣慰的 至少經過了五年多 然後這些船員平安獲釋 至少有一個圓滿的一個結果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子表達 政府不是人墨 政府在當時也不是無人 你看到了 在廣達新漁船所發生的時候 它那時候是五月份 政府採取強烈的一個措施 到八月份的時候 菲律賓道歉賠償 逞兄還有我們的漁業協議 這世大的一個訴求都回應了 我相信政府能夠做了 它會積極的作為 並不是講說政府 都把眼鏡閉起來 哪都不知道 你如果講說當時的一個政府 是無能的話 那我請問 蔡英文總統 他現在的政府 透過行政院發言人 人家也問 如果發生在現今的政府怎麼講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表示 政府已責成外交部提醒國人 索馬利亞當地海域 以公告為危險地區 我漁船人員不應亂入 應該要有危機意識 也是做道德勸說 我相信面對於索馬利亞的海盜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全世界 甚至於我們看到電影 大家都知道 那個是蠻恨無理的 那今天發生的事情 大家要解決 如果說你由政府出面來做解決的話 就如同剛剛這個理事所說的 你政府如果強力介入 那是不是會讓索馬利亞海盜 獅子大開口 要給你愛多少就賭多少 而且 在違反國際反恐原則底下 政府是不能夠以預算 波夫淑金給海盜的 這是全世界大家共同的 我相信要營救救人的一個情勢 如果說當時的一個政府 他表面上跟你講說我不能處理 要船東出來做負責 而且船籍是外國的 但是你私底下 張善政那個時候是擔任政務委員 是副院長 他並沒有講說不處理 他也是暗中來跟蔡政委員 來做一個協調 那據我所知 當時發生這個事項的時候 船東躲起來閉門不見 那甚至於還拜託了其他立法委員 有的立法委員是坑都不坑一聲 好 那你講說過去的政府無能 那我請問 我最近才介紹一個陳情案 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是國際實質會的一個成員 他們最近到瓜地馬拉去 然後因為要入關的時候 帶著一個濕濕的感冒藥 結果我被查控 查控了之後 問當地的一個辦事處 我們的外交部講什麼 你要自己解決 我想請問現在這是發生在 我們現今的一個政府 在瓜地馬拉我們還有邦交耶 然後要進海關的時候 因為帶了濕濕感冒藥 結果被查控 然後問外交部 外交部講說 你自己要想辦法 那還是跟我們有邦交部 我們在當地還有辦事處 那我請問 現在政府如果說連一個國人入境 攜帶一個濕濕感冒藥 結果被人家查控 問我們外交部 外交部講說 你要自己想辦法 那現在的政府 是比無能還更無能 我還講說 今天我們要看事情的一個處理態度 我們面對的是蠻橫的還是講理的 我相信並不是講說政府 他的一個立場就是這樣 有時候一個要做白面的 一個要做黑面的 要怎麼樣能夠把我們的國人營救回來 當然我們要肯定這個輪機長 原本在兩年多以前 就能夠把他個人營救回來 但是他講說 不管船上的這一些 是外國人士或者是我國人士 我都把他動作 我自己的好生 女兒子 那今天你要救 就全船一起救 不要講說只有救我一個 如果今天只有單救我們國人的 這個台籍的輪機長 這事情好辦 這早就救回來了 不會透過的講說 還有26個船員 經過了5年多 全部一起獲釋 我相信要感覺到很欣慰 蔡政委員他把中間有一些過程 他不便於講得太明顯 為什麼 因為你把這個營救的過程 講得太具性名義的話 是不是為了讓海盜 他知道了你這個過程 以後針對於我國籍的一個漁船 他就來予取予求 這樣是不是不好 我會覺得講說 當然我們現在的政府 你當然要去制定一套 想說我們怎麼樣子做亡羊不勞 畢竟我們在國際的一個困境 是相當的艱難 所以這個地方 我順著剛好市委大哥所提出一問 來博文 這是一個外交上的無奈嗎 這是一個國家的一個無奈嗎 你記不記得在最近柬埔寨 因為在柬埔寨這個地方 也將這個涉及電信詐騙的 13名的台灣人 也通通送回大陸了 當時場景我們也才記得 因為這是他在今年8月底 520新政府走馬上任之後 8月底當時破獲跨口的電信集團 那時候逮捕的64人 結果發現有13個 持中華民國的護照 當時至胡志明辦公室 他們去交涉20天未果之後 結果13個人在9月20號 依然被送往南京 這真的是台灣的處境的艱難 國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認知嗎 這是外交上的無奈嗎 來博文怎麼看 我認為這兩件事不能 這個一起來看 這個詐騙案 那個有詐騙案的問題 可是索馬利亞海盜 我跟大家講 索馬利亞海盜 沒有在講一個中國 索馬利亞海盜 也不講九二共識 索馬利亞海盜 跟你講的是USD 就是美金 所以這件事情 也可以扯到一個中國 說非要中國來援助不可 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 荒唐 剛剛我聽到國民黨犯人說話 我覺得非常難過 非常遺憾 五年這麼多的船員 受到虐待 死的死 倒的倒 凶的凶 結果五年之後 在最後一批才把他們釋放出來 結果他竟然說 這個感到欣慰 我不知道他欣慰在哪裡 我這樣講好了 索馬利亞海盜事件 跟思思感冒要不一樣 不要兩個混在一起 如果你那件 覺得處理不好 你那件如果處理不好 我可以來請立法委員幫你處理 我的意思是說索馬利亞海盜這個部分 我必須講 我們遇到這種事情 救人是第一 救人第一這沒有其他好講的 人道救援第一 好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 蔡振元講什麼 他說 政府不理 這不是我講的 這也不是什麼民進黨發言人講 蔡振元對這件事情的評語 就是政府不理 他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馬政府 第二個 張善政今天出來講那個話 我覺得我完全不能接受 第一個他說 政府出面 會讓綁匪獅子大開口 你不是講廢話嗎 有哪一個綁架案 不要說這種國際綁架案 就在民間一般的 我們這種治安事件好了 有哪一個綁架案說 我付不出贖金 然後政府說 沒關係 我們去引誘綁匪出來 當然是要製造一些 例如說 去籌一些現款 我們當然那個錢 不是說目的說是要給綁匪 而是你要透過各種方式去運作 政府不能出面 難道沒有其他企業家可以出面嗎 沒有傳統或其他 你看連這個也在笑 我們是想盡辦法 要找解決的方式 他一句話說 政府出面會四十大開口 沒有人會笨到叫你政府出面 第二個 張善政說什麼 簡直荒唐 他說很抱歉 他說 政府沒有編這筆相關的預算 我請教 全世界哪個國家 會編一個專部綁匪贖金的預算 當然沒有 結果這個也是理由 我想請問 如果你真的政府積極有心要處理 我們常講同理心 我今天就假設如果是張善政 我們當然希望張善政 他家人都平安 但是我說假設 被綁的人是你張善政的家人 是你的三等親 你會是這樣講法嗎 我相信你急如熱鍋上了螞蟻 另外我要請問一下 這過程之中 我們的護語到底做了什麼 你說韓國人家韓國在那邊 跟那個海盜在那邊對峙 請問我們遇到這個事情 除了說公告海域之外 我們做了什麼 我想這個事情 我們必須要看是政府整體的作為 我經常說 其實人民對政府的感覺很搖圓 為什麼 我平常市農工商 個案其位 誰曉得政府要做什麼 誰曉得政府對我什麼幫助 真正會用到政府 會感受到政府存在 就是你遇到危險的時候 我們在路上被搶了 趕快打電話給警察 哇 有政府真好 我們在海上作業 漁民 善良的漁民 辛苦的漁民在海上作業 遇到海盜了 糟糕 政府在哪裡 結果你看 當時的政府推三脫四 用這些我們看的都荒唐的理由 所以難怪 一向最挺國民黨的蔡政員 他的評語四個字 政府不理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他說奔走獎價 有六次的時間 而且最讓我覺得荒唐是 第一個 我們沒有這筆預算 這個理由我覺得完全不成立 第二個說綁架 如果政府出面會十字大開口 沒有人要你政府出面 但是你怎麼去斡旋 所以說我從蔡政員這句話裡面 我可以看出說 其實蔡政員出去談 他也不是說 這個有政府在背後說 拜託他去談 恐怕也不是 完全是他個人 他在這中間 他居間獲選的時候 他也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 所以我覺得 從索馬利亞海道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國家的政府 在不在乎人民是很重要 如果發生這件事情 還說這件事情只是什麼 只是覺得很欣慰 五年半回來覺得很欣慰 還把這件事情拿到一般 我們那種選服案件 說索馬利亞海道跟私私感冒藥相比 我真的覺得是滑天下之大雞 好 人民的感受是什麼 持續開放 語音投票 高雄等12個縣市 準備要提案 特赦陳水扁前總統 您支持嗎 一 支持 二 不支持 視話跟手機直播 歡迎海六位觀眾朋友 加入我們的討論 人民的感受是什麼 現在都說要轉型正義 現場兩位關鍵性人士 來到我們現場 凌晨當中 怎麼去突襲中正紀念堂 突然在頂端 掛上了兩道黑色的布幕 布幕當中寫著 您看到 他們把這個小小的布幕 放大到今天 拆除威權象征 實踐正義 公布屠殺真相 清算到底 年輕人打算要做什麼 但是袁警趕到現場 爬上中正紀念堂 趕緊把布幕拆掉 沒想到不到半個小時 才再度突襲第二次了 您覺得呢 中正紀念堂的排額 被黑布遮起來 包括蔣介石的同項 該不該撤離呢 先從大現場開始 來 關鍵人物 一一為我們做解析 中正紀念堂兩側 突然落下兩片黑色布幕 上頭還寫著 要打倒威權象徵 中正紀念堂被掛碗簾 讓一大早運動民眾 統統看傻眼 警察趕到現場 趕緊衝上中正紀念堂抓人 直接把黑色布幕給拆了 沒想到又被突襲第二次 這次直接在中正紀念堂 扁鵝上用黑色布幕 整個蓋住 上頭還有三角形和台灣圖案 袁警再度趕到現場 站在底下乾瞪眼 抗議民眾躲在頂樓 扮演蜘蛛人 和袁警玩起躲毛毛 原來這是台獨團體的抗議行動 中正紀念堂主體高達八層樓 趁著外牆維修搭鷹架的漏洞 前一晚就爬上去埋伏 凌晨才決定行動 尿寫是怎麼一回事 撞盪 什麼時候撞到 在上面撞盪 被警方逮下來 朱衛警忍不住笑出來 原來是抗議老面孔 身上自備登山裝備還有繩索 整個行動有備而來 為了抗議冒險爬中正紀念堂 台獨團體的快閃行動 讓袁警措手不及 來 掛上晚蓮之外 是不是還有進一步的動作 你們想傳達出什麼來 俊函主任先來 是 那個 其實在今年做這件事之前 如果大家還記著 在去年 我們就 去年的228的前一天 我們就有帶了幾個年輕的朋友 我們有進到 這個中正廟裡面呢 我們帽子也剛剛 我看這個博文有跟 這個主持人提到的 那個帽子 可能我們會毀壞古蹟的危險 我們到裡面去呢 我們去潑墨 我們去丟雞蛋 那麼也許有些人覺得 這個手段看起來 有一些這個無聊 有一些像小丑 那麼其實我們想要表達的是 我們要 我們不贊成 不贊成蔣介石的這一個肖像 還在那裡 這個 這個不斷地 不斷地顯示 他屠殺台灣人 這一個權威 那麼事實上我們都很清楚 這個全世界 最大的幾個殺人魔王 包括史達林 包括希特勒 包括毛澤東 還有第四名 就是蔣介石 那麼我想我們根本看不到 任何一個國家 像現在這樣子 還把一個 在歷史上有這麼大的 爭議的一個人物 放在 這個一個國家的首都的 首善之區 像神一樣的膜拜 他其實像是在嘲笑台灣人 為什麼我們可以接受這樣子 這個完全 這個像是侮辱式的 來嘲弄我們 所以呢 除了去年 那個 2月27號 我們衝到裡面去 這個 我們其實用非常薄弱的力量 表示我們對這件事情的反抗 那麼今年呢 包括剛剛在電視裡面 大家看到 那個阿伯說 爬這麼高很危險 其實真的是很危險 那麼大周前一個晚上 就在那邊埋伏 徹夜未免 那麼我們也是整個晚上都沒睡 我們聯絡媒體 那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 明年是這個 228事件的70周年 那麼我們只舉228 做代表的話 我們希望70年是一個終結 讓真正 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用它的強權來屠殺 包括我們所謂的本省人 跟所謂的外省人 其實在當初掌握權力的蔣家 針對本省人 可能就把你當作台獨來看 針對外省人 他可能就認為你是共諜 因為這樣子事實上 死掉了好多的人 那麼我們希望 在明年228 70周年之前 能夠對這個歷史的傷痛 有一個終結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 特別是現在掌握權力的蔡英文政府 能夠盡快公佈真相 讓我們趕快去做 来 我请教的是袁大哥 同项该不该拆 该不该移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要民众膜拜 而且在今年10月31号 又列为国定假日 要纪念还要放假 10月31号是什么 叫蒋中正诞辰纪念日 好不容易没有放假 今年又得纪念他 又得放假 民众必须要膜拜他 我们养的警察还要保护他 这是台湾吗 来 你怎么看 郑先生 我是就事论事 没有任何挑衅你的意思 我只是说出我的观点 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件小事 但是它在台湾 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 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 那么后来中华民国的政府 来到台湾之后 它是一个外来的政权 那么这个外来的政权 如果想要融入台湾 只能做一件事 就是感动台湾人民 用什么感动 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制度 来感动台湾人民 结果怎么样呢 中华民国政府过去的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不仅有什么二二八的屠杀 还有这个一块钱换四万块钱好像是 用这种方法来剥夺台湾人的财产 然后实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强最长的戒严期 他们用什么共匪共谍的名义 摧残了多少台湾的人人支持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融入台湾社会 反而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压制者 因为有人为他进行辩护说 因为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呢 因为他要反共啊 这种辩护是极其苍白的 我们反对另外一个强权 难道只有用专制来反对专制吗 对专制的天 专制的唯一天敌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所以用这种 为了反对中共的极权专制 所以必须在台湾实行专制 这种说法来辩护呢 那是极其可笑和无知的 那么事情发展到今天 我们都知道台湾已经民主转型了 但是民主转型呢 是在和平的方式下进行的 那么和平的方式呢 这个世间啊 有益力必有一臂 和平转移的方式 避免了重大的社会动荡 当然还是好的 但同时呢 它也是许多 维权专制时期的 政治残余 继续在台湾社会存在着 比如说 现在台湾的国旗 是以国民党的党徽作为图腾 作为灵魂的一个旗帜 那不是党国一体的威权专制的余孽吗 现在的国歌 什么三民主义无党所踪 一到这个唱国歌的时候 好多人都不唱 然后这媒体来 来这个观察 谁唱了多少 谁唱了多少 谁不唱 多么无聊 哪有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会以一个政党的主义 作为它的这个国歌呢 什么武党 现在国民党说 武党指的是我们 不是武党 不是指的国民党 这种硬拗的没有任何价值 不要做这种有色心 无色胆的事 你指的就是国民党 这就是维权专制的余孽 另外一个 就是这种维权专制呢 使台湾人民啊 现在没有办法 活在真实中和尊严中 这是最关键的 台湾人经过几十年的 艰难艰苦的奋斗 已经获得了 获得了属于自由人的权利 但是他们现在呢 仍然活在一个 虚假的谎言宪法之下 是不是谎言宪法 按照现在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只指出一点就够了 按照现在中华民国的宪法 2300万台湾人 要对东亚大陆上的15亿人 承担主权责任 这不是很荒唐吗 对于台湾人 这是不可承受之重 正因为顶着这样一种 历史的谎言 历史的荒谬 现在台湾人们 没有办法活在真实中 他必须在这个谎言的 宪法之下活着 所以这是我想 从他们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两位先生所做的事情 实际上是显示 从台湾人民心底里的 一个愿望 就是我们要活在真实中 活在真实中 我想补充一下 好 等一下 最后马上给你补充 我请教的是杨老师 从历史面 从事实面 这样的动作已经做了 那给我们的省思是什么 尤其是有具体的行动 应该要去面对 恐怕这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 必须要去面对 要是从这个事件当中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在全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 杀人筷子手 还立同向去膜拜他的 全世界还有哪些国家 他们这个举动当中 背后传达年轻人 什么思维呢 杨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个现在 这涉及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 转型正义的工作 就是我们过去 在谈转型正义的时候 分成三大块 其中最没有做的 就是加害人的认定 过去在前一次的 政党轮替的时候 做了一部分的 被害人的补偿 那二二八啦 跟白色恐怖 被害人的补偿 做了一小部分 还有并没有完整 那可是对于加害人的部分 几乎没有触碰 它关键的因素在于 它档案没有公布出来 真实的档案 我大概说明一下 加害人分三种层级 第一个层级 就是像梁蒋一样的 叫统治阶级 比如说像当时的高雄 要在司令等等的 这些都是统治阶级 直接下命令做决策的人 第二个层级叫执行者 今天你要行求也好 你今天要献人于罪也好 他有个审判 他有个逮捕 他有一个执行者 在下面有一群叫协力者 协力者 比如说廖北亚 我放在各团体里面 有宪明 我放在 不管放在美丽岛杂 是我放在哪里 都有 你像陈文成事件 他长期住在国外 他在捐钱给美丽岛 只有跟施明德联络 那施明德当时只有在附近 只有少数几个人 可他一回国 他就被逮捕了 他就被抓了 就囚禁起来了 后来就死掉了 你就可以知道 就表示有人泄露消息 给你出去 有人陷害他 换句话说 这些加害者 现在完全都不知道 我上次公布了一份资料 按照我自己的统计 台湾作为这样子的加害者 恐怕还有十几万人 虽然年代已经过了 二三十年了 就说从解研以后 可是仍然存活着 有这么多人 所以我一再地强调 现在的政府又政党轮替了 转型正义的法律要通过 档案要公开 档案公开以后 刚才我所说的 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把原件了 我等一下可以把原件 给大家看 像刚刚提到蒋中正 蒋介石的问题 多次的案件我自己看到 因为我是到答案局 当时可以用抢资料来行 因为档案局不给 我们只好用非法的手段 去取得 他这个一个人 他因为亲朋好友告状 说他这一个反对反攻大陆 就这么简单的理由 他就被判叛乱罪 被判了十年 十五年有期徒刑 可是蒋中正在他那个成文上面 后面一批 死人如果未来出狱 仍然叛乱 将何以作为等等等等的 就像你们现在 镜头上所写的这种 你说我看他 直接就给他批了死刑 像这样子的暴君 直接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从来不知道 他有过这样子的事迹 因为只有耳闻 等你看到真实的档案 甚至你看到受害人的家属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这位韩先生 她的一个 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小女生 她连亲父如何走的 她都知道 到了四十岁都还不知道 她也没拿到遗书 因为韩先生写了遗书 都不发给她 都在档案局 等到她事后看到这段过程 你想想看 已经天人勇格多久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种加害的事实 只要确认 刚才我们所讲的 这种转型阵营的工作 就有全民的共识 推起来就非常顺利 一个 所以这个全民共识 是继续放 变成一个国定教育 继续纪念它 我们政府不通过 不做转型阵营的工作 那不只是党产 我们现在把党产 当转型阵营 这当然是没错 因为过去 他们长取豪夺了许多 不正当的财产 那个当然要处理 可是这不是全部 转型阵营的工作 转型阵营还有很大一块 这一大一块 都是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听闻 因为我们都是 一路这样念书念上来 是 可是等到你进入上 接触到这些真相的时候 你就发觉 我们现在台湾 还没有真正的正义 所以所谓转型正义的意思 你要把真相 呈现出来 你才知道 什么人做了很大的坏事 什么人做了恶的 这一个事情 现在居然还有同像 或者还有纪念会 是 这个都是不正当的 你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怎么看 我要大批的警卫 去保护这个同像 这过去的一个筷子手 对年轻人来讲 怎么看 我继续纪念他 继续摸拜他 要年轻人去接受 我家现在还有预算 去保障他两个林寺 是 跟我说这两个 在桃园 大西跟什么地方 那个林寺 是 所以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你不呈现真相 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 他只有用口述 长辈的口述 告诉他说 说以前 你的叔叔或你的舅舅 被逮捕了 根本什么原因都没有 后来死在牢里头 我们根本不知道原因 当然 像这些这么多的问题 可是我真的希望 以前国民党执政 不做转移 我还觉得可以想象 为什么 是因为根本加害者 就在他们那个system里面 可是现在既然 已经政党轮替了 没有道理 我现在完全想不出 为什么还有人在阻挡 我只能有一个理由 是不是也有些加害人在里头 所以你们在那里去拦阻 设下门槛 我这一定要问的嘛 否则的话 你为什么老不做呢 这是多么简单 上一次政党轮替 我就在喊了 对不对 我们很希望做 结果都没有发生 所以我希望 那是你认为 靠文哲市长要做什么 这个中正纪念堂的 同项的权责 其实严格说起来 是在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跟教育部 各管一部分 而且他们现在 如果再犯的话 毁损轨迹 这个所谓的骨迹 原来中正纪念堂 是在台北市政府的 文化局局长 李永平任内 把它列为骨迹 这挂两个布条 这毁损骨迹罪 毁损罪 我用一个法律上的定义 跟大家讲 不能回复原状 叫毁损 挂两个布条 这个布条 那是什么毁损 这个叫做毁损骨迹 完全完全够不上了 完全够不上 那个不要谈了 那个刑法的部分 只是用来做恐吓用的 可是真正要处理的 是在整个的历史的记忆 我们要恢复 真实的一面 你看非常关键 历史的记忆 我们怎么样去恢复它 洪卫健导演 来到我们现场 洪卫健导演来到我们现场 他的爸爸妈妈 在1996年 1997年相继过世 其实在过世之后 洪导演他才敢去拍 228跟白色恐怖的纪录片 前后将近20年的时间 因为父母亲在世的时候 一直阻止他 怕因此会出世 他的父母亲是在1947年 228发生这一年 甚至更早一点在台湾 爸爸是在林务局服务过 就是现在的职务员 妈妈是在教育厅服务 就是现在的监察院工作 他们在1950年 爸爸妈妈在1月份结婚 之后5月底 1月结婚5月底 相继被捕入狱 就是为什么 又为了一个读书会 当时洪卫健导演 在妈妈的肚子里 已经三个月大了 9月宣判 爸爸判刑13年 妈妈判刑多少 有10年的时间 幸好第一时间没有枪毙 11月底 妈妈从军阀处 现在的喜来登发电 保外生产 也因此有了今天的洪卫健 他是你刚刚使叫洪卫健子 对不对 后来念小学是被迫改名 出生之后又跟妈妈入狱 哺乳 后来父母亲移间到台北监狱 现在金山南路的电信局 接着送到绿岛 他才回到外婆家 195年的绿岛女球 全数移回台北县的土城 生产教育实验所 也就是这个地方 曾经关过你的学弟李敖 关过你的学妹 吕秀莲副总统 他等于回去跟妈妈一起坐监了 他是第一个 进生产教育实验所的孩子 一家总共关了30年 今天特地邀请洪导演 来到我们现场 你怎么样看 目前台湾所遭遇的处境 年轻人会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 蒋公还要因此诞辰纪念事 还得放 同像在台南可以移 为什么中央处处各个县市 就不能够移呢 来洪导演怎么看 他今天挂这个 对我们来看 很感觉很好 因为我们那个年龄 就希望做这件事情 以文革的时期 和共产党的标准来看 袁老师今天在 不是清算道理 清算斗争 要死人的 所以他今天还是很客气 实践转型正义是一定要死人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文化局管这个中正经验堂 我们现在讲中正经验堂 在我们的年龄 我的母义是台义 我一个小孩在说 这位我都叫草头的廟 没有了 在说什么中正纪念堂 今天今天有袁老师在 我不好意思 我们讲直接讲国语 凑头庙 那么校门口的铜像 没有在说铜像 孙如果要放学 阿公去刀 就说那黑人都站在那儿 那黑人 黑人都站在那儿 所以从小到大 黄金海就是讲这个 在绿岛的时候 说下个礼拜10月31号要拜拜 要拜拜拜谁 排队说要去领寿逃 前面的问后面说 拜鬼 下个礼拜一是礼拜几 今天要拜谁 听被人家打一枪 说他说今天是拜鬼 那我们做拜鬼这个意思 是台语说礼拜几 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 就是本省人 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讲 星期一叫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拜五 拜六 礼拜 就表示宗教来台湾的历史 非常久 到大陆去 你刚才讲星期一 可以 这样礼拜一知道人不多 周一 OK 就说这是文化差异 可到台湾人习惯讲拜鬼 就是问礼拜几 可是这样就要坐牢 在这个那个时期 这都是真的事情 那今天讲 中政廟 这个庙我们现在看到文化局 出过这本 最近才说 这个秋天适合告白 在讲到228纪念馆的时候 它的后面 馆长自己讲 过去有些展览 可能过于沉重 未来我们将规划一些 相较活泼多元的展览 这就是 综艺化 轻松化 卡通化 让大家淡化 这就是历史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历史本身 都在想办法闪躲 但真正的真相是不能这样 我们现在拿一些图片来解释 这是陈怡来台湾的时候 印的海报 就是蒋介石字的样子 很多人说 来这脱灰啊 不知道这是谁 1945年之后 1947年228的时候 这个228过后 3月17号 蒋经国来台湾三天 17 18 19 这个时候 1948年 当选总统 父子合照 再来1949年就是输给共产党 1950年 他叫做俯胜全国民意 又自己又回来当总统 复刑逝世 在这整个的历史轨迹上 我们课本上都不大谈 所以台湾人对整个过去的历史跟文化 其实是非常的贫血跟欠缺 那么我在2000年 2000年 就是距离现在在16年前 我们开始追踪 这是奖金 今天的兆陶外表 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派他 当时派的目的是说 希望拿一个老奖的刑馆 对一个228纪念碑 结果发现 他的纪念碑 他的行碑比纪念碑还多 那个时候碑已经很多了 立了16 7个 后来发现 我这个拍第一集的时候 已经到20几个了 隔了几年以后 我们继续拍续集 讲宫行碑 不是宫 就是宫廷的宫 讲宫行碑 我发现多少个 我们现在拿这个图板 给大家看一下 从北到南 将近45个 讲宫行碑 讲宫行碑 你们大家都不清楚 金山有一个 草山一个山上 就我们现在讲它草山行碑 有六个 草山就有六个地方 知道人不多 但我们现在不一一细数 基隆耀塞是令木炭也去住过 木炸就现在的国发所 后面那边也有一个他的 大西有两个 然后头辽脚板山两个 湖口营区里面还设一个 然后七南宜南那边 太平山上也有一个 武林农场 这大家很熟悉的 在福寿山两个 梨山还有一个 然后青山 就担心台湾被共党打 在新山电厂里面还有一个 现在都冲掉 路进不去了 和湾山上松雪楼 还有 这个宜兰边上那边的 文山宾馆 这后来交给他儿子 庐山这个冲掉 现在大水冲掉 万大 台电帮他修的 斜园 八卦山 八卦山现在也冲掉了 然后日月潭 韩碧楼 韩碧楼那边有两个 一个在这边 一个韩碧楼 一个还有他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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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他妈妈下的 你还能胜就 当年他花多少钱去维护 西头 嘉义 清香亭 嘉义公园里面 清香亭 日本人招待军人的 阿里山 还有这边的叫做 嘉义农场 乌山头有 乌山头隔着在里面 后来老李有去住过 齐山 西子湾 这个陈青湖 墾丁 包括 澎湖还有第一宾馆 金门还有 盛利山庄 还有魏儒 魏儒会交给他儿子 哈勃楼加起来 四十五个 他儿子也不多 不皇多让 从北到南也有十个 小蒋也有十个 知道人也不多 我们也通过把他追出来 七海 长安寓所最早来住的 福隆 就在车站对面那边 名池有一个很漂亮 非常漂亮的 太平山 文山宾馆就是刚刚接的给他的 这个是福寿山农场 花莲农场也有一个 花莲农场边上还有一个 西头 永康在台南的 永康这边还有 还有就金门 哈勃楼加起来十个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追踪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让台湾人用更多的记忆去把这些事情记住不要忘记 可是我们看到不管是文化局有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判决的文书的叙述 还是用这种很轻松的 可是你要想得台湾人在看到这些判决书的时候 一个家庭就不见了 一死就是一堆 我们现在在六张梨的这个坟 我们把整个六张梨的坟 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室上去 把全部的每一个杯做 就是坟埋在那里乱葬缸 做卫星定位 现在有两百六十六个 一般的政府说是两百一 我们两百六十六个 通过把它整理出来 每一个案子做整理 那这些东西课本上不讲 政治人物也不愿意去碰 因为我上次讲 死人无疑 所以他们都不关心 就是唱一唱高调 可是这些东西就是在这块土地 我讲什么叫做文化 就是人跟土地的记忆 还有感情 人跟土地的记忆 还有感情 这就是文化 可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构成 是记忆的话 我们现在台湾碰到的是 有不同的记忆的人 有外来的人 他觉得这个粮食他统治的 还有一堆人是被统治的 所以统治的跟被统治者之间的 记忆不一样就很难了 我现在最后讲一个最简单的 再轻松一点的故事 我们在拍这些纪录片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铜像 我们到花莲 几个原住民小孩就问他 这个铜像是谁 那小孩就很高兴 蒋公 好好好 讲公 那我就问他 蒋公是谁 三个小孩互相看 笑话来了 有一个说他爸爸是蒋公 这笑话这不是真的 为什么我朋友追的 另外一个小孩姓蒋 他真的姓蒋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爸爸以前是这个部落里面的头目 国民党来以后要他改姓 他名字本来很长 那头目很火 说我是头目啊 那你叫我改姓 他就问你们的国王姓什么 那边的护政所 刚刚讲我们的国王姓蒋 他说那我也要姓蒋 所以这一支就姓蒋 这个就是很好玩 但是这个土地上发生这种事情 你会觉得说 怎么这么荒谬 你就逼一个原住民改姓 然后他告诉你说 我也要姓蒋 那他就变蒋公了 这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拍了三十个纪录片 用脚去走这整个台湾 为什么要走台湾 因为我要知道 我父母亲在1950年 他们在1946年来 年底来 47年看到228事变 然后48年觉得 中共可能会统治台湾 49年希望更浓厚 因为淮海三战打完了 老蒋下台了 50年老蒋自己当总统 那时候还不晓得什么回事 隔没五个月通通抓起来了 那你就会知道说 当时的年轻人 可能想看一点左派的书籍 以后干嘛 就一辈子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要追查这个时候 我们花很长的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去看日本人统治台湾的50年历史 才追出来说为什么台湾 我最后再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刘明传在台湾的时候 1887年拉电报电缆 从现在的淡水通到福州去 这个有限的电报电缆 是可以告诉他 我台湾出包种茶量多少 这个电报从台北淡水打到了川石岛福州 福州传到上海 上海传到纽约 这个台湾的包种茶就卖出去了 那一年是1887年 1887年电报电缆通的时候 那一年蒋介石出生 60年之后 1947年台湾发生228事变 这一年老蒋60岁 他跟台湾的落差整整60年 他出生的时候 台湾有电报电缆 他这辈子来到台湾1947年 他还会下达命令 说我用镇压来铲除 来抵抗的老百姓 来把这些精英通通拿掉 这就是台湾人的悲剧 因为落差太大 台湾在日治时期进步 是 来 怎么面对这种悲剧 来 这是什么时代了 台湾所面对的清洗的杨老师 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对 这个要放大的看 你各位看一下这张照片 你看看像这个档案夹 是长什么样子 你把它再仔细看一下 它为什么黄黄白白夹在一起 那个黄的就是信封套 你拿一个夹 你去要一个资料夹 包括你自己的 你要一个资料夹回来 你会发觉百分之七十八十看不见 它用星空套把你锁起来 你看 你看这个文章 你看里面的档案夹 它会花多少功夫 一页一页 它给你这么一箱东西 你如果给 那个不给你看 它用刚才的夹子 把你夹起来 给你看的 你自己看看 它用立可白 一页一页地把那画掉 这个画掉什么意思 你如果看原稿 你才发觉我们把那个原稿找出来 就把那个立可白 重新稿 原稿发觉 那个就关键的加害人 他把你一个子 比如说谁告密 他把那个涂掉 你完全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所以 我再给大家看那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 那个批文 这个蒋中正自己在后面 批的 你看各位看一下 他那后面写的中正 你看啊 这后面写的那个中正两个字 这个中正两个字 我把它译文译出来 此种犯罪 刚刚我讲 才判十年 此种犯罪 因处罪重其刑 如果五年十年 刑满释放之后 这种人再来谋乱 将如何处理 中正 就把他枪毙了 这就不是一个人 就随随便便 就枪毙一个人 所以我的意思 就是刚才所讲的他去找这些 孤魂 这些 这些木 这个所谓的 六张篱 六张篱的这些枪毙人的所在 那这些名单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家庭 可是政府不能够不回复这些人 的这些事实 它的后代 到今天可能多数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既然已经政党轮交易短时间 他应该有相当长的来做这个工作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加害人的这个工作应该尽快而且完整来做 是 那杨老师 柯文哲具体的动作能做什么 铜像不应该搬除吗 不应该移除吗 台南市我看很多地方都做得到 当然 那为什么这中央尤其台北市政府一个铜像还拱在那个地方 还要很多的警卫去保护他 柯文哲在两次到二十八如果大家都还记得 他自己家属 他的长辈也曾经受害 虽然没有丧失生命 可是也很艰苦 那他自己也非常难过 他的父亲尤其谈到这种事情 非常难过 可他自己我观念 其实这个观念我并不认同 他这个观念说 我们只要纪念 可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太追究了 这是柯文哲两次多次讲出来的话 就说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要太追究了 这样的话我并不认同他 因为过去的那个黑洞 你不去处理就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被性侵 他一直有一个伤痕在身上 他如果不好好地去处理那块 他其实这个是不健康不正常的发展 他长大 他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不会好 他要去处理那块 未来才能够正常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你要处理那块 否则我请问你 省级冲突从哪来 为什么有这种仇恨 你要去处理那块 大家就会发觉 原来就像刚才前面所说的 有些外省当做匪谍 就这样处理掉 有些本省当做台独 就这样处理掉 他其实只有统治者跟费总的区别 他其实不见得是省级之间的矛盾 就统治者 当然统治者 那些军官也好 那些多数是大陆来的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到 其实这一点 最重要的就是观念问题 科皮现在 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 他自己还没有想清楚 转型正义真正的意义 我觉得科文哲有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什么叫宽恕 转型正义 就是要对维权专制时期的 反人类罪行 进行全面的 通过正当程序的审判 什么叫宽恕 宽恕当然是一种美德 但是只有通过 对维权专制时期 这种反人类罪行 经过正当程序的审判之后 再宽恕 那才意味着美德 没有正义的审判 就不应该有宽恕 没有正义的审判之前 就事先进行宽恕 那意味着对犯罪的放纵 这是第一点 就是科文哲 我认为他不可能 处理这个事情的 第二点原因是什么呢 我对科文哲也有一定了解了 就是他对毛泽东 有一种崇拜的心情 他私下跟我谈话 也经常表达 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 刚才俊函还是谁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还保留这个 那不对的 现在这个世界上 至少还有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毛泽东的尸体 还躺在这个 北京的那个天安门广场上 中国有了 另外一个就是金三胖的那个 北韩的 那他爹和他爷爷的 那同像到处都是 可是那两个都是 极权专制的国家 第三个就台湾 我们台湾是一个 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到台湾 享受了这么多的言论自由 我真的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 可是为什么还要保留 这样一个独裁者的同像 但是你要是想让这个 柯文哲来处理 那恐怕很难 这还是可以的 我想因为我当然不知道 可不可以 可是我们要把它 要鼓励要催促嘛 包括我们村务新政府 要施压力他 如果是对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呢 我只补一句话 很多人讲说 要宽恕要原谅过去 我只讲一句话 加害者没有 你连宽恕的对象 都是空气 我说我原谅你 或者我宽恕 你连宽恕的对象都没有 你宽恕谁呢 你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所以你要原谅 我同意 就是你对于 有些仇恨的对象 要宽恕 这个我也赞成 可是你连 连加害者的具体都没有 你怎么个宽恕法呢 这个一定要把事实 所以我强调第一时间 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 这是被营造出来的卑微 台湾人为什么要先说原谅 然后加害者都还没出现 对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 对台湾非常大的一个讽刺 再来 这个伤痛要结束 必须要有中华国民党 跟中华民国在台湾结束 才会有 这个伤痛才会有所结束 虽然我不知道 那个中华国民党的这位先生 坐在这边听这个是什么感觉 因为你们当初就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加害者 那你们 中华国民党本身 它就是反社会啊 那一直到现在 我不同意你这样的论述 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同意 他们说不太打破 好的你也都要说 你跟我们都说败 过去 明天要台湾光复节啊 如果没有这个蒋介石 他那个时候的八年抗战 哎 台湾能够光复吗 八年抗战到底干台湾什么事情 这人不能过猜招 台湾人是台湾人 中国人是中国人 八年抗战到底干台湾什么事情 戒严威权体制 有很多白色恐怖 我同意 你同意那就够了 他做这个原演 这个文化的一个调查 我同意 甚至于姚老师刚刚讲了说 你怎么样把真相来做一个谜 你没了说 你坏的你要讲 哎 你好的也要说啊 你不能够只有讲说 哎 国民党过去对台湾 好像 八年抗战到底干台湾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台湾还是日本的 如果没有从戒严威权体制 然后走向开放暴政 开放党政 迈向现在民主的一个过程 你讲说国民党对台湾是不好的 开放是你们的威权 你们还好意思讲 小军 你如果今天讲说 你同向要怎么样处 你要做转型正义 我也讲 你要做转型正义 不要忘记公平 但是不要做清算斗争 哎 这要对国家好的时候 你现在害者不害人家清算 蔡英文总统讲什么 蓝绿要和解 怎么和解 如果看到我尊重 言论自由 你们要走向 这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同意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你要只能让这个国家 能够更好 这才是对的 不是讲说你愉悦罚的 然后你爱怎么样做 就怎么样做 这样这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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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两个字会不会变负面 如果是不公不义的事情 现在不能清算 我讲一句话 一句话 明天不是广复节 广复应该是8月15号 全世界都是那天 是中战纪念日 明天25号其实也是不对的 那是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来台湾 接一张领受证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下个礼拜10月31号 其实是万圣节 那12月25号 其实是Christmas 也不是行线纪念日 所以这些日子 只要回到比较正常的说法 大家就没有这些 我们就觉得民进党 民进党可以立刻做的 就是把蒋介石的生日 跟蒋介石过世的那一天 的纪念日改掉 跟台湾人完全没有关系 立刻做 立刻做 立刻公布屠杀的真相 让台湾受害的台湾人 知道他到底是 是 立刻来 我想这个对蒋介石 恶行恶壮大家都讲了很多 他是一个筷子手 已经盖棺论定了 已经盖棺论定 所以你包括现在这个野史也好 包括一些现在在网路上 这些年轻人都已经认为 蒋介石是杀人魔王 那你今天弄一个像 这些年轻人来在那里 给他尊敬 还要给他膜拜 那不就死人 那你为什么不把 陈进兴弄个像 大家来拜啊 是不是 这个像 这个同像 这个本来就是 一种负面的教材 让这些年轻人都认为 他杀人魔头都可以 对不对 他没有一个所谓正义的东西 好 我再讲就是 这个部分其实 民进党政府也要柯文哲 柯文哲他今天要不要揍 我现在讲一句话 立同像有没有法令 有没有法令 没有 所以拆为什么要法令 说拆就拆嘛 台南拆了这么多 他有违法吗 是 是哦 是说的是你 只有统派的在那里闹而已 他没有法 没有法你当然就是可以 立刻把它拆掉 而且一方面 对于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的教育 是有正面的意义 现在说中间纪念館 你说的草头厚厚 草头厚厚 草头厚厚 是古蹟的 古蹟 我跟你讲 这有什么是古蹟吗 我家的房子都比它更老 那个 那个古蹟是当初 就是要去拆那个 中正纪念館的牌子 所以那个文化局局长李永平 就把他赶快把它弄 要把旁边那个围墙都拆掉了 是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柯文哲应当是要去做的 就是说 这个部分 你这个部分可以 让台北市民 来做一个问件 来做一个投票 比如说 草头厚 这个铜像 该猜不该猜 天龙国很难 天龙国很难 我们不建议把这个 再交给市民来处理 因为事实上 它是一个行政权的展现 是 对不对 所以不需要 所以我说这是 你会做这种 你如果说的是 你现在有 你去做一个 让人投票的文件 就像我们这样 你来投票 你到底要多少 愿意 说要猜的人有多少 我想这个是一定要猜掉 我刚刚讲那个叫 负面的教材 是 负面的教材 你现在放在那里 真的下死下情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思维 你也不必替蒋介石 在那里歌功颂德 歌功颂德 你们都已经 以前在教材 都是歌功颂德 以前在教材 都已经歌功颂德 对的你也要看 不好的你也要看 你不能够只有讲单方面的 你说过去抵较 去就挑变就吃 不是跟他说 你都说的 都是不是 我相信 民主的一个社会 要尊重大家的 本身的 来 柏文怎么看来 我觉得 我曾经问过一个228的家属 我说 每年所谓的中书纪念228 对于你的心情上 有没有贫富的效果 坦白讲 他说那天 他会有一些感觉 会有一些感触 但是说真正贫富伤口 那是做不到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就在我们的首都 就有一个中正庙 卡在那边 228的元凶在那边 然后我们一方面 纪念中书 他觉得这对228家属来讲 是很大的讽刺跟伤痛 所以我们今天要处理 这个所谓的中正庙 不是说非要拆 非要怎么打 咋不是 但是总是要有个处置吧 在那个时候 文化局长李永平 竟然把那个地方认定为古迹 好 这是一个整体要面对 什么叫做转型正义的问题 来 月亮哥先来 就是整个转型正义 现在是一个补课 因为我们的民主转型已经完成 但是转型正义 一直没有真正的实施过 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社会 存在着大量的 这个维权转制时期的余孽了 国民党给台湾留下了 一个沉重的历史 沉重是因为这个历史力 充满了台湾人的血泪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 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几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要对威权专制时期的 所有的反人类罪行 进行正义的审判 设立特别的委员会 就像党产清查委员会一样 然后在这个正义审判的基础上 分清历史的是非 然后再进行宽恕 这才会达到社会的和谐 没有这个正义的审判 事先的宽恕 不仅是对历史犯罪的放纵 而且也不可能实现 真正的社会和谐 我觉得这是转型正义 第一点要做的 转型正义第二点要做的 就是彻底的清查国民党的党产 现在这个国民党有一种说法 好像这个清查党产 对所有的政党都一致 他现在不行要包围 包围民党总部 要身高冲突 要带头来抗争 所有的这个政党都要一致 这完全是个伪命题 在台湾这个地方 唯一可能有不当党产的 就是国民党 在这个具体的历史 这个背景之下 什么叫不当党产 就是国民党用 威权专制统治时期的 独裁权力 从所攫取的社会财富 把它变成党产 这就是不当党产 清查党产 就是清查这一部分 这个威权专制的余孽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需要转型正义的 就是实行彻底的司法改革 要尽快地设立 特别的专门委员会 对陈水扁案 对这个郭瑶奇案 等等这些典型的案件 进行重新的审判 不是审判这个案件本身 是审判这些案件 到底它处理的过程中 马上就 这个政府处理的过程中 有没有不公不 司法不公不义的现象 有没有汪法的裁判 有没有故意入人于罪 由这个作为 司法改革的切入点 是 所以杨老师 我们看到 于宏斌大哥所点出的 不单纯是今天 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 所宣布发起 台湾地方议会特赦 陈水扁前总统的大联盟 他所认为是 包括这些不公不义的 重新审判相关的细节 统统都要去面对 对 这是今天的这个大现场 他们强烈呼吁 蔡英文总统 特赦陈水扁前总统 包括前交通部长郭瑶奇 来 这是联盟的总干事 肖永达透露 除了高雄市议会之外 已经有六都六市议会 准备体验来串理 那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情绪发展 其实我想陈水扁案已经政治化很久了 在还没有政党轮替前 其实就提到希望马英九政府 那个时候就用特赦的方式来解决马英九 陈水扁的这个案子的问题 事实上也包括了吴淑珍 包括他的家人 等等都包含在内 他主要的目的是因为 这个陈水扁 在到目前的政治环境下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 现在政府的一个烫手山芋 我是觉得我希望陈水扁的家族 应该因为现在这些动作 我都觉得应该不是恰当的 阿扁总统还要带罪置身多久 高雄市议会开出第一枪 呼吁总统蔡英文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联盟发起人包括高雄市议员 郑新柱 肖永达 陈正文等人 目前已经取得高雄市议会 民家党团九成五以上的成员 联署也超过议会办数 将在大会时正式提案 而且国民党团几乎没有表态反对 此案有可能取得蓝英共识 阿扁被判罪是因为死子影响力说 而被判罪 那这个在司法程序 以及在司法证据上 其实是受到很大的质疑的 特赦联盟目前积极串联 六都十六县市议会 希望总统蔡英文 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好 高雄等十二个县市打算提案 要特赦陈日贬前总统 您支持吗 持续开放语音投票 一 支持 二 不支持 世话 0204 522 98 手机直播551 254 欢迎贵人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 当然今天晚上您包括了 马英九前总统邀约洪秀柱 包括前副总统吴敦毅 前主席吴波雄 包括党主席任内 十六位副主席 包括郝龙斌 胡志强等人 通通都是成为受邀的对象 要针对两岸关系来定调交换意见吗 来 俊涵 其实我是很悲观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 这个中正庙的事情以后 后续有没有任何可能的发展 因为台湾社会看起来 还是把目光所有都聚集在这个经济议题 可能明年又是谈一利一休 可能谈18% 可能继续就是谈乐生 谈这个兆风案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其实我们今天谈转型正义 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是完全不冲突 德国现在 德国前不久才判了一个 这个年轻的时候 守这个集中营的一个小兵 判了几年 但是我们都知道 德国是整个欧盟里面 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 这个来证明 如果我们今天要来谈转型正义 要来这个处理这个中正庙的事情 我们经济一样可以继续发展 完全不冲突 在此刻的话 转型正义有多关键 来 宏导 其实这个转型正义 我还是比较起效于 像我刚刚讲的 一定要用很严格的手段 我以前讲 很多人讲 你这个方法不对 清算斗争 是一定要死人的 那我们现在都做得太温和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一直不会有结果 你只要搞一半 就是刚刚讲 做的时候就大家说 经济要挂帅啊 就又挡下来 可是对我们的这种 受难家属 或者是做二二八整理 当然希望他 全部资料分开 但现在就是有很多人 遮遮掩掩 包括我刚刚讲 像柯市长 他第一年会哭 第二年还就骑脚踏车去 其实最怕的就是 全力的傲慢 所以他就告诉你 这个事情都过了 该怎么面对扁案呢 理事长 我来决定教授 但是我认为说 蔡英文如果认为 她这个是有一种 政治的一种审判的时候 你该特色就要特色 不必在乎 其他这些统派的人 的一种看法 我想应当是该特色就特色 郭瑶瓷的案也是 你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 台湾人民 把这个680万的人民 投你干什么 对不对 就是这要转行真理 转行真理 包括你的司法的焉印 你都要转 我非常赞同姚老师讲的 档案的公布 你档案一定要公布 然后你这个 10月31号 没有法令说 那一天你要列为何 没有法令 你就是直接刑事命令 就把它解决掉了 哪一个法令令 它就是一个国定假日 国定假日 哪一个法令令说 一定同项 就必须高高挂在那个地方 对 没错 我刚刚讲过 你同项也没有法令的意气 所以台南拆了 你会有什么事 台北市台南都能拆 所以台北市不能拆 我相信柯文哲 他本身也应当会有这个魄力 他现在民调这么低 你如果一拆了 他马上民调就上来了 是 你拆就很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